大家 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相信大家都有遇過 電器用品出現問題或者是無法使用 結果是罪魁禍首竟然是插座故障 插座一旦出現問題 您的電子設備就無法正常運作 對於現代人而言非常困擾 現在讓我們帶大家一起來了解 面對插座故障應該怎麼解決 我們更換插座所需要的材料就像桌面上面這些 首先我們需要用到的是十字起子 一字起子 甚至我們的波線前 以及我們最主要的主角就是我們新的插座 我們還會用到像山用電錶以及硬電筆 甚至我們在捆電線的時候 我們需要做絕緣的絕緣膠帶 在進行插座更換前 務必要先關閉電源的主開關 以確保操作的安全性 同時我們要使用我們的硬電筆 下去仔細的檢測插座 要確認電源是否已經完全的斷掉了 以確保在操作的時候不會出電 首先讓我們用一字起子打開插座的面板 再使用十字起子將面板左右兩側的螺絲把它拆下來 接著我們利用一字起子插入面板後方的鬆線孔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將插在 線孔裡面的線拔出來 再將每條拔出來的電源線 建議都使用絕緣膠帶把它捆起來 避免沒有確實斷電造成短路 如果有發現原本線路已經有氧化的狀況 我們還可以使用 撥線前 將原本線路剪掉一小段 再重新撥線製作 同時 我們也可以用標籤標記 每條電線的連接位置 避免混淆 或者是用手機拍照記錄 可以確保待會我們線路連接正確 我們依照標記重新連接電線到新的插座上面 如果線上面有絕緣膠帶 要記得先將它拔掉 再將線插入新的插座上 接著我們可以使用三用電錶 調整到 兩側交流電的位置 確認是否有電 再將牆壁上的螺絲固定 蓋上面板 我們這樣子就更換完成了 剛才已經有教大家如何拆裝插座的方式 剛才已經有教大家如何拆裝插座的方式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測試插座功能是否正常 首先我們先重新啟動我們的總開關電源 例如我們可以將我們的手機的充電座 插上插座 或者是將燈泡插上插座 確認看看是不是手機有在充電 或者是燈泡有亮 如果可以正常運作 那麼恭喜您 您已經成功了 更換了新的插座面板 畫面這兩個電源插座是我們比較常見的電源插座的模式 我們可以看到它正面的話 最主要是電源插座的方向不一樣 那其實它背後的 插線方法都相同 都大同小異 只是位置有點不同而已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左半邊這一個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像我們畫面上面 右邊這邊有個W 指的就是上下這兩個孔 這兩個孔就是W 也就是中性線 那中性線它搭配的符號的話是一個長的長方形 那我們再看一下中間這兩個孔 上下這兩個孔 寫的是L L 搭配的是短的長方形 L指的意思就是火線 所以這一組線是有電的 各位在接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左半邊這邊這兩個孔指的是接地線 接地線 那我們看到像這樣子的電源的部分的話 我們通常來的時候只需要 這一組插一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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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正常使用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組 另外一組它的線的部分 其實一樣 右邊這邊的話寫的是W 也就是中性線 所以它搭配的一樣是長的長方形 這兩個孔就是W 那中間這邊是接地 所以上面有個接地的符號 那在左半邊是L 也就是 短的 長方形 也就是火線的部分 這個是 它的符號以及接線的方法的差異 我們如果要將電源插座裡面的電線拔出來的話 最主要要 使用一字旗子 然後 插入這個中間的鬆線孔 那這個鬆線孔負責的是上下這兩個孔 那中間這個負責的是上下這兩個 OK 左邊也是相同 那我們就準備一字旗子 大概45度的角度 插入我們的 鬆線孔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我現在把手鬆開了 是因為我們一字旗已經整個插進去了 整個插進去之後我這條電源線就可以輕鬆的拿出來 我們如果要向電源線插進去插到插座裡面的話 我們 什麼工具都不需要 也不需要一字旗子十字旗子都不用 我們主要是準備我們剝好皮的這個電線 然後 朝我們要插的孔把它插進去 那這個部分的話插進去之後要稍微用力往內插 那這時候我們要拉拉看 看線是不是會容易拉得出來 如果容易拉得出來代表我們沒有插緊 所以這邊的話這是一個小訣竅 要試試看能不能拉得出來 沒拉得出來 那這樣就代表我們已經插好了 幫大家補充 使用插座的注意事項 第一 避免插座超窄 不要同時連接過多的電器或設備 而發生危險 第二 定期檢查插座是否正常 特別留意金屬是否氧化 或者是塑膠部分是否有變色變形的狀況 第三 不要向金屬的物品插入插座 手超濕的時候也不要去觸碰插座 以免觸電發生危險 第四 如果發生異常情況 例如說插座有發熱 冒煙 或者是有異味 應該要立即斷電 並請專業人員檢查 第五 建議要遵從當地的電器安全規定 確保插座使用安全可靠 最後幫大家做個重點整理 在更換插座的時候 可以依照下列的步驟 1 斷電 關閉電源主開關以確保安全 2 拆除舊的插座 使用螺絲起子 打開插座面板 並且卸下面板的固定螺絲 移除並標記電線的連接位置 電線裸露位置記得要使用絕緣膠帶做絕緣 3 更新新的插座 移除絕緣膠帶並將電線插入新的插座 之後將電源總開關開啟 再用硬電筆或者是山用電表確認是否有電 最後固定好面板螺絲 再將插座面板蓋回 4 檢測確認電源插座是否可正常供電運作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對我們的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